重温经典,一股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 来读孙子兵法军争的第六个部分 归师勿恶,为师必确,穷寇勿追,此用兵之法 秦郡主帅白起,归师勿恶,为师必确,穷寇勿追 敌人退回本国,不要拦截 包围敌人要留一个缺口 敌人到了呢,绝境可能会拼命,这个时候不要破境 这三条他一条也没遵守,全部违反了 把赵军给围得死死的,然后全歼了 战斗的过程是这样,就是秦军先派出尔兵 然后呢,扬北,赵阔立刻率大军出击 然后秦军呢,将赵阔引到预设的这个阵地长臂 然后呢,秦军主力在已经布好的阵地那里 等着赵阔过来 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 凡先处战地而代敌者亦,后处战地而亦 驱战者劳,故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意思 又是叫知战之地,知战之日是敌 自治者立志也 秦军知道在长臂决战,先布好口袋 然后引赵阔来,赵阔不知道呀 以和,以正和,以激甚 秦军先以尔兵为阵,长臂主力为基 等到赵阔到了长臂之后呢 尔兵和主兵合为一处为阵 该出第二只基兵了 赵阔被阻在长臂作战不利准备退军 这个时候秦军欲服在两亿的两万五千基兵出击 穿插到赵军的身后 沾了西壁垒这个高地有力地形 挡住了赵阔的退路 并且切断了赵阔和大北营之间的联系 赵军被一分为二 这个时候呢 白旗再排出五千经济 就很厉害的骑兵啊 插到留守大北营的赵军 这个营垒之间 牵制赵军的行动 切断所有的良道 让赵军动弹不得 这个时候赵阔被困 只好自己去驻臂坚守待援啊 白旗一刻都不让他休息 轮番排出那个亲戚来去攻击他 骚扰他 这叫敌意能劳治 宝能击治 秦昭王接白旗啊 说白旗得手了 于是即刻出发 亲自到前线河内 发动当地十五岁以上的男子 全部参军 投入长平战场 彻底包围 断绝赵军的良道和外援 这个时候赵阔断粮四十六天 赵军达到了互相残杀吃人的地步 只能孤注一掷 突围 结果赵阔阵亡 赵军投降 四十万人被火埋了 有一个问题啊 赵阔熟读兵书 为什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呢 就是因为他自信 出生牛犊不怕虎 但是牛犊还是要被虎吃掉的 你怕不怕是一回事 被不被吃是另外一回事 在赵阔心中连波老矣啊 赵阔现在的将星就是我啊 赵阔 连波在长平跟秦军耗了三年 国家都被他耗垮了 还得要靠我解决问题 自信必然会轻敌 一接战果然得胜 证明自己是对的 是强的 马上追击 你说是杨北物丛 他认为是机器堕归 你是沉身追击 他一追出去就不可挽回了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赵阔他爹 赵舍跟儿子一谈兵 难不倒他 说不过他 却知道他不行呢 赵舍对赵阔他妈说 兵死地也 而阔一言之 是赵不将 阔既己 若必将之 或赵军者必阔也 军事啊 是生死从亡的大事 赵阔说的很轻松 没有他不知道的 如果赵阔不用 赵国啊 不用赵阔 为将 那也就算了 如果用他为将 赵军肯定死定了 有人说赵阔熟读兵书 但是不能活用 这不是本质啊 本质是熟读兵书 不等于懂了兵法 俗话说 没吃过猪肉 你还没见过猪袍吗 其实打错特错 你见过猪袍 不等于知道猪是怎么回事 一定要吃过猪肉 才知道猪是怎么回事 更何况赵阔 看的是猪袍 是在书上跑 地里的猪他没见过呢 所以我们读书 没读到一条 是知道有这么一条 不是真的会了这一条 一定要自己实践 练习过了才算是真的知道 知道的程度还不一定 永无止境嘛 孔子说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学到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 一定是练习过了 实践过了 体会到了才会 真的知道 才不亦乐乎 上课难道你没有体会吗 老师一讲 你就听懂了 对不对 你做习题 你又不会了 所以之前不是真懂 把题目做会了 那才叫学到一点点 赵阔 他的妈妈 其实也知道赵寇 是没有帅将的才能的 一是赵奢身边 深前跟他交代过 第二呢 他劝阻赵王 不要认赵阔为将的时候 说 以前您认他父亲为将 赵奢从得令之日起 不问家事 所得金箔全部分给将士 今天您以赵阔为将 给他的赏赐 他全部交给家里收起来 叫家里看看哪里好 哪里有什么地 哪里有好的房子 赶紧买 这就不是个当将领的样子 第三个问题 赵王为什么不听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换到连坡 而又用赵阔呢 他是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吗 秦国间谍散布谣言 说连坡不战 是要投降秦国 秦军不怕连坡 就怕赵阔 这就他上钩了 其实并不是 赵王的决策失误 是因为焦虑 是因为压力 是因为他太郁闷了 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他必须要做出改变 就是死太想 搏一把 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看看这场仗是怎么打的了 秦国打韩国 韩国顶不住 割上党军 给秦国求和 上党军的军手冯庭 还不愿意跟秦国 把上党献给赵王 赵王贪心 于是呢 马上派兵把上党给占了 这叫虎口夺食啊 你是韩国把自己的地给到秦国 但是因为上党军的军手 他一把手不愿意把地给秦国 于是把地给了赵国 赵王还接了 这个事儿 就是虎口夺食的事情了 夺了秦王嘴边的肉嘴 秦王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于是战争机器就开到了上党来了 接受上党的那点赵军 当然顶不住了 于是退守长平 赵王也派大军 连破为将 双方在长平 丹河 隔阂相思 连破自己知道打不过 战据有力力行 坚守不打 你就守就好了 一守就守了三年 双方百万大军在那里耗了三年 两国都要被拖垮了 经济面临崩溃 赵王原本是贪图上党之力 结果在上党 在屁股底下还没做热呢 全国都要被拖垮了 你这样拖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那就偷鸡不成18米嘛 你实的还是全国所有的粮仓 这怎么行呢 但是不推不行 赵王对于连破的不满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达到顶点 他必须要做出改变 但是他却不知道改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 甚至可能会更糟 连连破都不能打 其他的老将更不用说了 于是只能用年轻人 你们也许说赵库不行 但我清楚 其他人没有行的 就赵库还没试过 我就赌他一把好了 我们做很多决策 大抵和赵王也都差不多 我们总想解决问题 但是呢 顾不上我们为解决问题而做出来的这些举措 其实没有去了解过他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新的问题 甚至是灾难 如果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去赵王 我们又该如何决策呢 其实我们做的可能跟赵王差不多 顾佣兵之法 高龄勿象 背秋勿持 扬北勿从 锐竹勿工 耳兵勿实 龟师勿恶 为师必阙 穷寇破罪 此用兵之法 讲锐竹勿工 锐竹勿工的锐和前面朝气锐 昼气堕 木气龟的锐是一个意思 避其锐气 积其堕龟 敌人正在锐气震慎的时候 就避他一笔 熬他一熬 等他兴奋经过了 饿了 渴了 累了 眷了 皮了 我们再打 这是志气 这是唐太宗李世明的强项 前面学过他打斗建德的战力 就是锐竹勿工 积其堕龟 我们今天再看两个 一个他先打刘武周 也是这么打的 刘武周原来是隋朝的将领 隋末天下大乱 于是就起兵造反 自称皇帝 又得了突厥的外援 一入势如破竹 于是就和唐军作战 连胜好几场 李渊基被他打了个落花流水 然后弃了太原逃走了 李渊集团的老巢都被他占了 他们本来就是发家于太原 于是黄河以东 静归刘武周 李渊被他打怕了 说贼是如此难以针锋 于是就把黄河以东给全部舍弃 然后守关西而已 李渊明说太原 王爷所积 国之根本 河东富时 精益所资 如果我们把他放弃了之后 臣妾愤恨 我私底下还是非常憎恨 非常愤怒的 于是他主动请营 清帅三万精兵 平流武周 以复刻太原 于是就有了摆逼之战 李渊明率 这个率军啊 陈兼兵啊 渡过黄河 和刘武周部将宋金刚 在摆逼对阵 李渊明和李道宗登高观察 问李道宗说 敌人兵多来邀我战 你看怎么办 李道宗回答说 叫群贼 疯不可挡 意义寂屈 难以立正 李渊明说 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金刚啊 玄军深入 精兵猛将 闲聚于是 武周距太原 依金刚为千臂 均无蓄姬 以鲁掠为姿 立在肃战 我必赢 养锐 以错其封锐 分兵冲其兴富 比梁静 既穷 自当顿走 当代子继 为一肃战 锐气务功这个时候呢 就宋金刚的锐气 正在顶点 李渊明就跟他熬 熬了整整五个月 兼必轻也绝不出战 只是派军骚扰 断他梁道 金刚梁绝 锐气全没了 只能 退军 他一退 李渊明就记起多归 猛追 一追追200里 打了巴掌 唐军三天没卸甲 两天没吃饭 江里民都说 差不多不能再追了 让大家休息休息吧 等冰凉齐味 再打不吃 李渊明就说 我早就想透了 接着追 继续打 于是这一战彻底 打垮 把宋金刚 主力一举歼灭 刘武洲一看 大使已去 于是又 弃了太原城 逃到了突厥 不久就被突厥给杀了 刘武洲的政权 就这么灭亡了 第二个战力呢 是李世民 薛仁稿 还是一样 薛仁稿有十万兵嘛 兵风震锐 这个时候 李世民还是那一招 叫锐族物攻 诸将请战 李世民下令 就说敢言战者斩 相持六十多天 这个时候呢 薛仁稿呢 把粮食吃完了 没了粮食 部下开始有些人来投降 因为这个到了点就开饭啊 那边没有饭嘛 李世民一看 敌军锐气已逝 离心离德 于是就说可以打了 于是就派出二兵 把敌人有害 有斗志的那些人给诱出来 然后呢 把他剩下来的锐气给卸一卸 最后一举击灭 把薛仁稿也给灭了 这就是李世民能打仗啊 李世民能打仗 主要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不打 李世民最猛 是因为他知道对方在猛的时候 我就躲起来 等对方没有力气 我就猛了呀 而且他都不打第二仗 一次就收拾干净 都给他算绝了 这就是李世民厉害之处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